九点半 我无意间听到 和患者要去VIP按摩 四十分我就看到了 容序锁了你的门 但我在想是因为那个里面 有很多精密跟高级的器材 所以他每一晚都要去锁门 但是他树不知把你锁在了里面 树不知 然后我就回到我的房间 十点四十五 我出去了五分钟 办了点私事 你是四十五分的时候离开食堂 办了五分钟私事 对 你办完私事之后是回到了你的 回到我的房间了 回到食堂 然后十一点 大家就是听到 欢迎来到大际传室 后面的时间线就跟大家一样 对 是的 好的 你要跟我分享 他有大老师的手机 他怎么会有大老师的手机呢 怎么会在他手里呢 我让真院长准时 院长准时放火烧白家 他果然做得干净利落 大快人心 没错 还是老大您指挥得好 所以他发现是大烧的 所以他的杀机就是这个 你要不要吃东西好吃的 我昨天有发到这边有好吃的 是什么吃完了以后智商就会高一点吗 对吃完会智商跟我一样高 那你再多吃一点吧 好 你有吃过跳跳糖吗 这种糖那都是小孩吃的 在这个节目呢 那个脑洞都不属于我 我就负责找东西很搞笑的 所以你现在就跟我一样是搞笑组了 我明白了 就是脑洞不属于你 基本上等于搜什么也是白搜是吗 没有 我都会搜到重要东西 你知道我是搜正犬吗 我是一只狗来福 狗来望的一个东西 狗来望来望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狗来望 我们先找线索 你先吃 然后我们一边找线索 好 然后我们一边拍照 好 亲爱的调查员 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 他要去看怎么缘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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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按照您的吩咐 把撒果子弄死了 什么意思啊 有东西吗 你就是杀人 你是不是凶手 什么 谁呢 有这样子的杀人凶手歌 就有这样的地底 你不要再演了 你只要再演我就怀疑你了 你怀疑我啊 我就不是凶手 你一定有凶手的本质 不是 传统 不对 遗传 好了好了好了 我给你包鸡子了好吗 不要 咱们又该吃不智商的药了好吗 我智商很高的 这边这边 这边 三天就白药了 你看这三天就白 会不会是白白吃的那个药 三天就白 钥匙 什么 钥匙 哪里 在哪里 药块里 在哪 洗手间的药 他说 某女生预约做平壤手术 和医生诱拐 进行大脑外的整形 跟高昂的药品 早知该女死在了手术台下 那我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鬼学生 你污蔑了好教授 性侵你自己 我性侵我自己 啊 啊 谎称我性侵我自己 好教授性侵你自己 我性侵 我怎么会性侵我自己呢 好教授性侵你自己 你污蔑了 你污蔑了 你污蔑别人 所以在这个人生里面经历的 就是别人面前面 然后导致她被开除了之后 名誉受损而自杀 我觉得她好残忍 她还锯了我的腿 谁锯了你的腿 你看我原来一米八 对对对 大总 大总经营传销组织 敌脑大学下 这个也是锯腿这个 你被锯了多少公分 我可能被他们打针长高了 再跟我理一下 你今天的全部的动线 你九点半发现了 容氏凶手 然后我们各自回去休息 对 然后四十分发现 容氏锁了门 我就回我的地方 十点四十五 我去了大的房间 找到了那个证据 就是原来她才是真正指使 伤害我爸爸的人 知道了她是 才是真正害死你爸爸的真凶之后 你做什么了 我就想去问她 但我当我想去的时候 她已经死了 她已经死了 对地上的碎片也都在了 你现在觉得谁 最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呢 拜拜吧 最后一季完全没头绪 也不知道头谁 我觉得她们都非常地有可能 觉得她们都非常地有可能 嗯 投擦吧 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投射我对 但那个投票人是谁呢 你先投我吧 是你 请唯一没有投两位玩家的鬼大马往前一步 我 唯一没有将票投给容宫女和萨太子的是 鬼色飞 看你了 看你了 决定权交给侦探和鬼超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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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音乐探在两位玩家中做出选择 现在要决定本季的最后一个结果 要局啊你的手 你这是为了 投最后一个关键线的一票吗 没事 没事 随着你的心 你随着你的心 你随着你的心 请评票的两位玩家于鬼大马 进行最后一次陈述 你仔细想一想 我是一个连字都写不出来的初中毕业生 我的记忆全被洗掉了 谁会搞这些技术的东西 什么用电动车 又什么遥控 又什么蓝牙的 谁是修设备的 我在第一轮就说了 我十点半的时候进过大的房间 他的房间没有人 如果在这一环节跟你说谎的话 你是最有可能戳破我这个谎言的 因为你四十五的时候去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去过 如果你提前三十去或者三十五去 我说的所有谎言都会被戳破 然后我一直在跟你说 一定是我们三个中的一个 奇怪我只是推了个位 请鬼大马 在五秒之后 想想 偷偷你最后只用的人 我告诉你的是最简单的推理 他说最后才告诉你 他五十五的时候去 我没看法 你你你 没事 伤心你的直觉 伤心你的直觉 二 一 相信你的直觉 我告诉你的推理 你是想想我是吗 想我